接著到部分B了 叫我們找個K值出來 其實我們有欠什麼未找呢 就欠這個AD一次代2等於0這個資料未用 所以用完這個資料就應該找到K值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想起 AT就叫做這個-T二次 接著就加5T加A 接著就乘回這個E的KT OK 然後就加7 這個就是AT 如果D一次的話 我們會有AD一次的T就等於是 兩個相乘 左一點當然有D左 所以就-T二次加5T 那A不如順勢拒做-4 所以就減4 然後就乘回KE的KT次 然後再加右D左就是E的KT次 再乘回D左就是-2T加5 那D7就零了 OK 那我們會知道AD一次代2是零 AD一次代2是等於零的 所以我們會知道 這個如果代2不如我們直接按出來 那我們會有-4 再加5乘2 然後減4 原來是2來的 所以會有2KE的KT次 OK T代2 所以這個都轉為2K 到後面 加2E的2K 然後T代2 所以-4加5就是1 1就不寫了 OK 那是等於0 那就是E的2K次 再乘2K加1 是等於0 那兩塊是0 隨便一塊是0 這個不是0 所以除了它過去 我們會有2K加1等於0 所以K等於-1 over 2 就是這樣 那就成功做到部分B了